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跟日本佛教差不多了 现在反正他不用受戒 可以娶妻 可以生子 又可以收供养 他也可以叫仁波切 只要会做法会 或者是练咒练得好一点 然后甚至还有那些无名那些众生 就以为他们会修行的就会修行很好 要是每一个人娶妻生子 要是在家生活他就修行很好 我师自然干嘛出家吗 我有神经病吗 不可能的是啊 那只要有一念 眼睛着色还剁在倾想之中 那就是一念如此 那念念如是 有一念耳朵纹身剁在倾想之中 一念如是就念念如是 你根本没有能力从那些妄想情想拔脱出来 要如何拔脱 你要用尽坚忍 用尽事 用尽自己的诚意啊 你念念看到在一切情想之中 你一定看到你根本心中 本来不多情想的心中的亲近 你最初明白这个亲近时 还没有正得如是亲近 但你最少可以看到你离心现前 你根本不跟他 因为自然在心中的剑刺里面 就跟他产生隔月 不跟他相应 那心性是如此 我才说你真正心里面是如是道啊 自己就会有这些嘛 这就是顺应烦恼啊 什么做什么 任伯切做什么 传承心装做总裁了 任伯切开始什么 走入红尘呢 开酒廊呢 最贴近众生 然后使众生过得好一点的日子 每天过得快乐的日子 是佛法的精髓 胡说八道 但大家知道很向往啊 为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 我常说众生的业力就是惰性的 所以你好不容易 他才有一点好心想要学佛 学佛你就拿这种惰性的语言 在他面前一直不断的迷惑他 他就会抓到这些惰性 然后妄想我还在修行 用如是同样众生流转的惰性 却给他自己一个 自己欺骗自己灵魂的 说我在修行的名字 那这个人沉沦的更可怕 这个人将来直堕地狱 所以那是真的害人 那真的是要害人 1号 点滚 1号 点滚 3号 点滚 000号 点滚